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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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鼻的汗臭味充斥着整个醋下的空间 洗脸 洗衣服 做饭都要排队 就这样 我和李德明 张海涛在煎熬中干了两年 2015年6月 受日本行业大环境影响 大业工业公司业务滑坡 渡边淳衣开始想方设法裁员 但因为有合同制约 如果他当方面开除员工也要赔偿违约金 他不好明目张胆开除 于是想发挤兑我们 渡边淳衣总是在我们耳边念叨 你们不想家人吗 如果想回家可以早回国 我和你们劳务公司说 不让他们罚你们违约金 我们都不结招 没事 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 如果离不开家 你不会来到这儿 渡边淳衣只得作罢 但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还是有点异样 说不出来但就是让人不怎么舒服 我不知道的是 那时的我在渡边淳衣心里 已然成了眼中钉 肉中刺 想尽办法不能劝退我们 渡边淳衣让公司里的翻译找到我们说 老板看你们赚钱不容易 给你们想了一个省钱的办法 就是把发的工资一部分不通过工资卡 私价给现金 但前提是你们必须以想方设法搞到发票 用假发票做假账 方毅当场给我们算了算 这样一个月能省好几万日元呢 相当于省了好几千人民币 我们一听还有这等好事 于是便开始想办法弄发票 我想起朋友的姐姐在日本便利店打工 兴许她能帮忙 我从朋友那要到了她姐姐的微信 加上好友又约着见了几次面 姐姐叫刘云香 很热情 在她的帮助下 我每月基本都能上交 一定数量的数据发票 但您需要的还是差的很多 没补上的那部分差额 会社最后要求用工资抵账 拉松想这样一来 我们竟然比没上交发票前的工资还少了 也才发现我们早已落入了渡边唇一的圈套 而且越陷越深 我们找会社理论 渡边唇一却凶相毕露 没办法 我们只能吃闷头盔 与此同时 我开始寻求网上帮助 2015年8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加上了一个在日华人法律群 群里一位在日华人律师告诉我 渡边唇一利用我们为公司做假账 我们也直接成了帮凶 这样的是日本不少 他特意提醒我收集证据 以免最后被连累 在律师的建议下 我渐渐减少向公司提供假发票 渡边唇一向我们索要假发票时 我又偷偷用电话录了音 以备不时之需 但此时的我还不想与老板翻脸 因为听一个前辈告诉我 渡边唇一是日本黑社会伤口组的成员 只能暂时忍着 让我下定决心不再委屈求全的 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十月一个雾气萌萌的早晨 我随一个日本工人驱车前往 鸣谷屋工地 他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 因为司机熬夜精神状态不好 我迷迷糊糊刚要睡着 只听砰的一声 我感觉自己突然之间喘不过气来 睁开眼一看 安全气囊已经打开 驾驶势力烟雾泥漫 我这才知道 出车祸了 我的腿已经被撞击变形的车门挤住动弹不得 路人赶紧报警 消防员撬开车门将我救出来 立马送到医院 结果我们俩人都是胸部和脊椎扭伤 全部戴上了固定支架 医生告诉文讯赶来的渡边唇一 最少休息半个月 但在第二天 渡边唇一就想让我们继续工作 那个日本人知道是自己闯的祸 没办法 只能带上工作 我却坚决不去 并且告诉他 如果强逼我 只能东京法院见了 渡边唇一恶狠狠地瞪着我一眼 把一把匕首一下插入桌板上 不再说话 看到他那猙獰的面目 我知道 接下来等待我的 绝对不是面包和牛奶 我应该早做打算 我用微信告诉刘云香 请他立马给我找个工作 如果撕破了脸 我就去打黑工 听说挣的还更多 到时我也不怕赔偿违约金 我在休息半个月过后 我基本恢复了正常状态 一边开始一如既往的工作 一边四季出逃 十月底渡边唇一向我所要发票 我说没有 他立马恼羞成怒 说这个月工资我就不要想了 我和他大吵一架 扬言要告他们 起初他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说 爱哪告哪告老子不怕 就这样将出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态度180度大转弯 突然变得和海起来 还把工资如数发给我 但得知我情况的一个前辈告诉我 你最好跑吧 他们手里有枪 上回就有一个工人被他们打跑了 我不知道渡边唇一火炉里卖的是什么样 但我知道为了保险起见 我只能出逃 我提前把行李在休息日的时候 偷偷转移到了刘云香那里 准备就绪后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住到了刘云香 早给我安排好的旅馆里 正式出逃 那一夜在旅馆的大床上 我辗转反侧 彻夜未眠 不出所料 第二天一早 我的电话QQ 微信被打爆 我一律不接 全部蓝黑 妻子在国内也哭着发来视频 说会社在整个日本到处找我 还通过预留的电话 打电话到国内 要求他劝我回去 妻子泪眼婆娑的在视频里哭诉 他们说如果不回去 要让咱赔偿三十万元违约金 并且你去时的担保人也会受到牵连 望着妻子担心不已的样子 我突然感到害怕起来 正在我反思 后悔自己没有深思熟虑 就跑出来的时候 刘云香也发来语音信息 哽咽的声音让我心里一沉 原来他今天早上上班 刚走到便利店门口 两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粗壮男子 突然截住他 黑衣男子掏出一张发票给他看说 我们是根据发票地址找来的 别耍花样 我们知道黄思洋让你给藏起来了 你最好把他交出来 与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否则你私自偷打假发票的事 我们会告诉便利店 到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临走黑衣男子威胁刘云香说 他不但工作不保 签证也会缩费 还有可能坐牢 他们要求他迅速联系我 让我下午给会社打电话 否则后果自负 撂下话后两人扬长而去 想着刘云香在日本奋斗了五六年才安下了根 如果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可就一辈子全毁了 刘云香哭着问我怎么办 我只能趴着胸铺说 刘姐我不能连累你 我去自首 你放心他们不会举报你的 放下电话 我思量再三 终于下定决心把电话打给渡边淳毅 渡边淳毅让翻译接的电话 翻译态度十分客气 哎呀黄紫阳呀 你可把我们急坏了 有话咱们好好说嘛 渡边老板说了 只要你回来他既往不救 几句客套下来 他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跟我预想的暴风骤雨结局完全不一样 但越是表现的平静 却让人觉得暗流涌动 翻译要了我的地址 表示马上派车过来接我回会社 坐在旅馆 我总觉得事有点不对劲 渡边淳衣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毕竟它是黑社会 前面说的前几年 差点打死过一个菲律宾工人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后悔把地址这么轻易的告诉他们 我立马拨通了劳务会社王帆的电话 王帆一听是我的声音着急的说 紫阳啊你可把我着急坏了 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也发不出去 你现在在哪儿 我是自己在大九宝宾馆7楼1030 渡边淳衣已经派人出发来接我了 王帆一听赶紧说 你千万不要去到那里 赶紧坐电车来我这儿 不要迟疑 放下电话马上行动 不然来不及了 姓名有关 你必须相信我一回 马上来我这儿 越快越好 直觉告诉我 听王帆的没错 我提起行李箱就下楼了 在宾馆前台办完退房手续 我拉着行李刚要往电车站去 拐角处看到一辆 急速开过来的黑车封田 嘶的一声 骑刹车停在了宾馆门口 四个黑衣男子 从车上跳下来 就往宾馆里冲去 我心中一惊 就给点这些人细思极恐 这极有可能就是来接我的人 我拉着行李马不停蹄的 往电车站 尽量选择一些小路 绕进公园里面走 生怕有车跟着 之前散步的扬长小路 成了我的逃亡之路 车站人流攒动 袭来攘往 正好掩饰住我匆匆的身影 我知道这时的我必须尽量保持住镇静 如果此时我心慌意乱 通常希望 必将引来便衣警察 虽然我的载留卡期限还没过期 但日本警察反问起来十分繁杂 和误了大事 我装作入骑士的进展买票 东京车站人流十分密杂 我先是在路线图上 找劳务会社所在的车站牌 签业站大概800日元 我赶紧从钱包里 找出1000日元的纸币 开始排队 前面竟然已经排了将近50多人 我住的旅馆 离车站步行也就十几分钟 如果他们在旅馆没有发现我 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到附近车站寻人 我焦虑不安地排在队伍中 尽量隐藏着自己 隐藏着那双因害怕颤抖着厉害的双手 我尽量把行李箱放到身子前面 以免被便衣警察当成怀疑目标盯上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我觉得我的头发烧都是湿路路的 20分钟漫长的等待后 我终于如愿以偿买上了举千页的车票 赶紧赚着票跑到站台等车 突然一声口哨响下了我一机灵 一个警察朝我这笔画质走来 我想这会是抓我的没错了 心瞬间被提到的嗓子眼 等警察走到他用颈棍指的指我的脚下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我踩到了警戒线了 还好还好虚情异常 这时车来了门一开 我一个箭步窜上去 行李箱让我转了一个猎切 车开动后我没敢坐下 就等着到站时吹一停好麻利的下车 但这时我发现缓缓开动的车厢里 有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在东张西望的走动 看样子不像是正常坐车的样子 倒像在寻找着什么 我的神经开始紧绷起来 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下 把行李箱放在身子前面 两腿夹住 故意装作疲惫的样子 把头扶在箱子上 连尽量不露出来 我的心碰碰跳得飞快 日本的车厢进得出奇 仿佛都能听到我的心跳 我从余光里 瞄见那人从我身边走过 进入另一个车厢 但我没敢松气 我怕他再返回来 从始发站到千叶一共七站路 我仿佛经历了七个世纪 在恐惧和煎熬中 车厢里终于传出一声 千叶车站道 请您由右手门下车 门一开 我拉起行李箱 撒腿就往外跑 出了站我发现 手机马上就要没电了 必须赶紧找到劳务会社 否则我就要面临流落街头的危险 我打开导航地图输入会社位置 终于在手机关机之前 找到了劳务会社 降到王凡的那一刻 我情不自禁的 失声痛哭起来 王凡什么也没说 帮我把行李搬上二楼 我以前住的那个宿舍 他给我下了一碗面说 吃吧 你肯定跑饿了 吃完再给我讲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吃完饭 我把渡边唇衣怎么想方设法 连我们回国 又怎么利用我们弄假发票 我出车祸 他逼我带病工作等这些事 毫无保留的全部告诉了我 我还把透露的通话录音也给了他 王凡说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还有你出车祸我都不知道 渡边唇衣就没告诉过我 这家伙太可恨了 我不好意思的说 有前辈说 你们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 说了你也不会向着我们 王凡说了一句 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话 但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王凡告诉我 渡边唇衣不是省油的灯 回去我不会有好果子吃 好在我保留了证据 一定会让对方给我个说法 夜里十一点 电话铃声此时笔伏的响起 王凡接通电话 那头的渡边唇衣 怒气冲冲的叫嚣道 我知道黄紫阳在你那里 告诉他我绝对不会放了他 让他在你那里等着 王凡冷笑着说 我看等着的是你 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自己清楚吧 我还告诉你 黄紫阳手里有你犯罪的证据 有你要的假发票 有你让他们给你寻找假发票的电话录音 他本来要去东京事务所告你呢 不变蠢衣 那头开始吱吱呜呜起来 但嘴还是坚硬无比 我没犯法让他告 到不了我公司倒闭 王凡说 先不说了 明天我去你那里 见面再谈 不等对方回答 怕的一声把电话扣死 挂完电话 王凡对我说 工作是不能再回去干了 明天我去和他谈判 他们要的是你手上的证据 怕的是你去告他 找他要点赔偿 你还是回国为好 告他只是个幌子 咱出门打工 又是在一国他乡呢 胳膊拧不过大腿 确实 其实我真的跑出来打黑工了 凭渡边唇一的人脉 找到我是易如反掌的事 我在日本已经待不下去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 王凡开车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兴高采力的对我说 他看来是真的理亏了 我说如果让黄紫阳告你 就你这小部公司 立马就得垮台 他答应赔你一个月的工资 我把证据销毁 我听王凡这么一说 心里苦笑了一下 王凡递给我那个信封说 这是18万日元 飞机票我给你订好了 下午送你去机场 趁早回国越好 免得夜场梦多 我说好 心里顿时涌入一丝暖意 眼泪突然在眼眶里 开始打转 王凡给我又做了一碗鸡蛋面 买了点路上吃的东西 叮嘱我收好护照 免得上不了飞机 一切收拾妥当 他开车把我送到东京旅田机场 募送我登机 他才安心返回劳务会社 2015年11月 我终于回到那个久违的温暖的家 还没顾上和家人叙一叙话 便立马拿出手机 给王凡和刘云香 各发过去一条微信信息 王哥 刘姐 我已安全到家 感谢 误念 到了晚上 王凡给我发信息 说他们劳务会社决定今后 不再与大野公司合作 免得日后他们再干违法犯罪的事 劳务会社跟着惹祸上身 他说 十分感谢你的勇敢 不然我们都被蒙在鼓里 王凡还告诉我 从大野工业逃出去的研究生 不下二十人 打都是被打之后 业力出逃的 当时他们就以为是员工不服管 铤而走险打黑工 万万没想到 全是渡边淳一岛的鬼 他一直用这招 对付自己想要开除的员工 对我们他只是顾忌重施 鉴于是他们工作的失职 王凡已通知国内的劳务公司 将我的押金退回 我回复了一句 好的 谢谢 此时的我 早已泪流满面 经历这场日本打工和逃亡后 我的那颗心高欺傲的心 终于安定了下来 休整半个月后 我重新在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 安心心的上班了 工资不高 但是那份归属感和幸福感 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最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你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此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